好,为在花莲港的维纳斯艺朗迎接虎年新春首档连展 扶虎一起迎新春 邀请到五六七八年级的九位艺术家 共同来展出72件的作品 位于花莲港一至一仓库美术馆的维纳斯艺朗 虎年新春首档连展扶虎一起迎新春 邀请五六七八跨年级的九位艺术家 一同展出72件作品 特别选在西洋情人节开幕 艺朗负责人林满金表示 代表每一位艺术家在创作时 都是独立思考的人 但面对友情世界则是成双成对 比较是那个集合的造型 那留了这些笔触啊什么的暗示说 我们花莲的一些景色啊田园啊 这些山洞啊这些等等 主要这个概念都是从这个 比如说画面这些稻草的面 像我们这个山啊 一些崩裂了 然后是那个原始的那个表面的一些机理 手捏陶以后然后用柴火的热量去烧 所以跟一般的电窑或瓦斯不一样 那这里看到的 呃这有黄色的这部分是所谓烧木头 以后产生的落灰 那它跟作品的呃 胚体的表面做一些产生了一些反应 那形成一个所谓的唯一的作品 这是没办法做出第二件 那这一这一个作品叫做项链 它其实是一个像一个女生戴着项链 对那我透过这个陶土的形状跟落灰 啊跟这个黑土本身的线条 然后就是就是这个作品的名字这样 我的这一次九个艺术家的每一个作品都是灵魂制作 我觉得好坏是一回事 忠于自己灵魂 那我们为什么要欣赏艺术品 就是你要认识很多不同的艺术家 牵手牵眼 透过他们的心 透过他们的眼 透过他们的手创作出来 你在等于你不用出去 你不用出去旅行 现在疫情 你就可以看到 透过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去 呃不是神油 是真正的油 这样 九位艺术家七十二件作品 其他包含侯文青的油画 蔡文庆的石雕 侯泰安的木雕 郭家颖以花莲籍宜兰风景为题的 速写与版画 古瑞宁的雕刻作品 马小园的烙画等等 即日起展出至2月27日 欢迎喜爱艺术的民众 前往花莲港编译廊看海看画 借着展望艺术华临时报导